有组织的话 那盘根错节 你就很难找到根到底在哪里 那就需要你继续的游泳 刚才我们看到漫画里 拿镰刀割下了一些草 那接下来对根的话 你就镰刀可能就不够了 就得用铁锹 这可能需要用到评论里面说到的 格骨顶心的智慧 你可能就需要挖掘机 才能把根给挖出来 那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就是在起诉书上 在列举了一大堆人名以后 后面起诉书上写 有一些传火成员 未查实明确身份 为什么未查实呢 是因为他是外号 你不知道这个外号是谁 他到底是黑老大 还是一个小的一个打手 那在涉案的这些人当中 我们看有一些比如说 米老鼠啊 唐老妖啊 什么蚊子啊 什么什么 这些人都有一个对应的被告 在那站着 但是有一些找不着人 只有一个外号 那这些人怎么去 进一步把它挖掘出来 那就需要更大的勇气 和持久的这种魄力 这个句号还远远没有到 话上的时候 霍教授 您怎么来看重庆的打黑风暴 我觉得两个月以前 我们也做过一次重庆扫黑的事情 不过那次还是在扫黑的过程中间 而这次法院开始审理了 实际上就应该是扫黑的结果 我们要验收了 但是这次打黑 其实我倒是应该说 它是个打黑保护伞 网上里面看到很多有关于保护重庆黑势力的 有四大黑将 而这些人总算现在都已经被查出来了 所以这个与其说打黑 扫黑 不如说是打黑保护伞 扫黑保护伞 而这点上面 我想由于我们这一次看到的黑的势力 它已经有组织了 而这些组织它遍及各个民生领域 这个民生领域 它是以公司的形式 或者是以企业 反正以合法的形式来经营的 所以你如果对于这种黑势力要清除的话 一定会对于民生经济上面会有一些影响 而我觉得这一次把这些经济的影响 能够把它综合治理掉了 这当然对于我们讲重庆式的稳定来讲 肯定是好的 同时由于这次的审判 审理也是完全公开的 对于我们国家 我们政府的公信力 更是我说再一次的有强有力的肯定 是这个风暴刮来是大快人心 但是刚才二位评论员也透露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未来任重而道远 我们再来看看网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 首先来看看三民这位网友 他说黑势力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保护伞 这个跟刚才霍教授的观点非常的一致 人们赋予的权利应当在阳光下运行 尽快地建立真正的公平公开公正的用人制度 建立真正的监管体系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网友的观点 海之骄子 他说不但要打击涉黑人员 还应该顺藤摸瓜 把黑势力的源头 以及黑势力的销赃 洗钱我点一网打尽 当然他也提到说这个过程一定是很长很艰苦的 否则即便没有了一个米老鼠 还会再出来一个唐老样 我觉得网友刚才的这些观点都非常在理 我们稍后也一起来关注一下 我们的科约评论员会有什么样的评论 我有一个舞台 只和最亲最爱的人分享 爱的舞台永不落